在这两年的综艺节目当中 芒果真的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从搞笑综艺、音综、练综 职场类综艺等等各个领域 芒果都做出了非常受观众喜欢的爆款综艺 除了这些主流模式之外 芒果这两年还做了很多非常正能量 但很小众的综艺 话说这些综艺或许赚不到什么钱 但是却非常有意义 什么叫大格局 我觉得芒果这就是大格局 在很多平台都在想着如何做爆款赚钱的时候 芒果已经手握多档爆款综艺 而且已经把手伸向了更加有意义的地方 芒果的综艺种类确实非常多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P哥 不瞒大家说 P哥这档综艺节目是我从第一季开播追到现在的 每一季每一期都不会错过 甚至连加更版也要全都看完 没有办法 这类综艺节目真的是越看越上头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想看一下哥哥们的出舞台 因为全都是我这个80后喜欢的舞台 每一首都能让我产生共鸣 相信喜欢听歌的观众都有这样的感受 那就是喜欢听那些经典老歌 或者说是自己脑子里已经听过的 认为好听的歌曲 如果要是想让一首新歌加入到自己的歌单 那真的是非常难的 除非演唱这首歌的歌手是自己非常喜欢的 或者说这首歌的旋律确实打在了你的喜好点上 不过P歌这档综艺节目除了出舞台之外 我每一季都能把很多新歌加入到自己的歌单中 当然这些所谓的新歌只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 并不是说歌曲新 说白了 这就是P歌这档综艺的成功 能够让我这种不怎么能接受新歌的人 喜欢上很多新歌曲 大家这两年在音宗中 经常会听到关于华语乐坛发展的声音 话说什么是华语乐坛的发展 让观众能通过音宗喜欢上更多的音乐 这不就是对华语乐坛做出的贡献吗 在这三季的P歌当中 有过太多的经典舞台 不管是声光电舞台 唱跳舞台 还是唱演舞台 在芒果的操盘下都能做得非常有质感 尤其要说的是第三季 在节目只是官宣了一个嘉宾名单的时候 网上就出现了很多唱衰的声音 实话实说 这一季的嘉宾阵容比起前两季来说 确实是有些不足的 不过一整季节目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 哥哥们的实力真的是一点都不差 做出来的舞台效果也是相当能够打动观众的 时间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中 这一季的节目也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 在这周时间里哥哥们迎来了他们的武功 结束之后马上迎来的就是成团业了 在每一次的公演中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但同时也会有让人意难平的瞬间 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 听到胡彦斌的话让我非常为一位哥哥而意难平 胡彦斌说出观众憋了一记的心里话 王耀庆和批哥节目组被打脸 在这次的公演中 有一个舞台是让我非常惊喜的 那就是张远 何展成 马小龙 魏哲明合作的毅然已爆炸 在表演结束之后 胡彦斌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我总觉得何展成我看不过瘾 这个舞台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是最后不到十秒钟的何展成的个人秀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 要有极度有能力的舞者才能完成的舞蹈 我会希望这个舞台里更多的看到何展成的表演 我听到胡彦斌这番话之后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认可吧 胡彦斌的话语中带着一些吐槽 还有一些抱怨 还有替何展成的易难平 毫不夸张地说 胡彦斌说的这些话 也是大部分观众一直想要说的 甚至可以说已经憋了一记了 在《毅然易爆炸》这个舞台中 何展成最后的个人舞蹈展示 真的是太帅了 换句话说 这样的东西除了何展成之外 没有人可以完成 这已经不是普通人训练可以达到的水准了 不过何展成这段舞蹈真的是太短了 可以说刚勾起观众的兴趣就结束了 真心不过瘾 正如胡彦斌所说 大部分观众也是希望在批歌这档综艺中能多看到何展成表演的 可惜这些愿景都被王耀庆毁了 为了能实现自己的跳舞梦想 王耀庆非常自私地把马小龙和何展成两位舞者都抢到了自己的部落中 在这一季的所有哥哥当中 只有马小龙和何展成两位顶尖舞者 他们真的不应该蜷缩死在一个队伍中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自从马小龙和何展成跟上王耀庆之后 他们基本上就很难展示出自己的才华了 当然 马小龙还可以 因为大部分舞台的舞蹈部分都是他编排的 相比之下 何展成可发挥的空间就太小了 毕竟他的语言不通 只能等着被安排 实话实说 要是把马小龙和何展成两位舞者分开的话 那他们的舞蹈才华都会有最大的发挥 忍得不说 咱们就说一下一宫的两个舞台 玄逆和麻雀 虽说这两个舞台的分数并不是太高 但马小龙和何展成在两个舞台中的表现 简直是太让人惊艳了 毫不夸张地说 这样的舞台我是愿意一直看下去的 这才是皮革该有的水平 胡彦斌这次说的话彻底打了王耀庆的脸 也打了节目组的脸 首先 王耀庆真的不应该那么自私 他应该为这一季的整体效果考虑 话说节目组如此重视王耀庆 每次的个人喜爱都排名给得这么高 而且那么多广告都是由他来代言 难道说他不应该以大局为重吗 有一句话叫知人善用 王耀庆要是真的能把马小龙和何展成利用好 发挥出他们的最大优势 那霸占两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话说回来 王耀庆除了能跟着马小龙和何展成学一点舞蹈之外 他还有什么能帮到两位舞者的呢 话说这次武功的两个舞台都是由马小龙主导的 这才给何展成设计了这样一个出彩的机会 要是王耀庆不放拳的话 我觉得何展成怕得要一直暗淡下去了 当然 马小龙这次设计的两个舞台 也是彻底打了王耀庆的脸 其实在王耀庆部落当中 他这个队长是并没有太大作用的 相比之下 我觉得马小龙才是更适合当队长的 不管是个人实力还是知人善用这一块 他都做得非常到位 其次 胡彦斌这次的话 真的是太打节目组的脸了 从浪姐到批哥 芒果一共做了七季了 难道说真的不知道专业舞者稀缺吗 在如此稀缺的情况下 难道节目组不应该尽量避免 两位舞者抱团吗 为了能让一季节目有更多好舞台 节目组就应该针对稀缺职业做出干预 不要让他们浪费了自己的才华 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两位舞者马小龙和何展成 两位rapper蛋壳和寿子 他们都从头到尾待在了一个部落中 没有好的发挥 四位对观众来说都是一难评 在这次的舞宫中 蛋壳和寿子终于分开了 而且两人也都做了说唱 这让这次的舞台变得丰富了很多 试想一下 要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些人都分开的话 那将会有非常多精彩的碰撞 真心希望节目组在下一季的时候 能设计出一些合理的赛制 起码让这些稀缺职业浪费了 披荆斩棘第三季终于来到了舞宫 看完上半场倍感欣慰 哥哥们并没有潜力技穷 发疯爽剧 爱情文艺剧 恐怖惊悚剧 轮番上演 本期我pick的哥哥有 发疯演我苏建信 深藏不露露一哥 Hold住全场蔡国庆 奥斯卡影帝王月新 侥幸者 苏建信 阿仆 瘦子 作为当代社畜 很难不喜欢这种发疯舞台 情绪稳定只会勒索我 持续发疯才是救赎 苏建信 舞者担当 风魔担当 他的风不是充满破坏力的风 是放飞自我的风 是别人看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的风 这是这一季以来 我最喜欢那一次苏建信的表演 硬核摇滚嗓 野心又黑暗的调调注入灵魂 让人为之一震 估计也最弃合他本人的精神状态 倒立出场从天而降 酷炫又惊悚 冲击力非同一般 风劲十足 甚至有用力过猛的倾向 几次乍一看 还以为这位大哥在跳大神 难怪镜头一直不敢切他 但我还是很喜欢 发疯嘛 如果循规蹈矩就没意思了 不合理才合理 不得不说 但如其中身心俱爽 瘦子 正惊人担当 禁欲担当 情绪稳定担当 符合其正派气质 帅哥说唱 一如既往的丝滑 阿仆 失眠的主角担当 处于混沌状态的他 是一切的源头 阿仆有想法有能力 演唱感情充沛 情绪调动和感染能力都不错 他的和声与瘦子的rap 交织在一起很有亮点 整个舞台是讲的是 阿仆这个失眠社会人 内心天使与魔鬼的相互拉扯 身着白衣对抗他的瘦子是魔鬼 神穿黑衣附和他的性是天使 苏建信是感性与理想 瘦子是理性与现实 明显后者视力强劲得多 瘦子不仅在审判质问阿仆 也在与苏建信不断周旋 于是阿仆内心秩序失衡 陷入痛苦焦虑 失眠无法入睡 天使与魔鬼的力量此消彼长 互相钳制 凡人的立场也左右摇摆 心神不宁 瘦子是社会标准 苏建信是自我标准 当外界的声音太喧嚣嘈杂 内心的呐喊太过微弱 被上下撕扯的灵魂就会崩溃 一直持续让自己处于天平的中间值很难 也许人偶尔得往天平的两端走走探索一下极限 既然当麻木不仁的尼偶能成为常态 那做一回完全释放天性的疯子也应该被允许 无限压抑绞杀自己带来的是恶性循环 释放能量才能预留出汲取能量的空间 有时候摆烂和发疯是一个出口 失眠也是 当你摆烂或发疯的时候 问题迎刃而解了 面对才能放下 放下才能解脱 活得太像社会人容易成机器人 这个舞台的意韵很丰富 主次分离 完成度很高 虽然其可听性远远小于观赏性 飘洋过海来看你 胡彦斌 陆毅 博远 观志斌 像是一部一往西爱恨情仇的唯美悲情唯一片 胡彦斌 点子王 创意制造机 最擅长化腐朽为传奇 把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改造得能让人听进去 还能让人听出心意 属实难得 创造力果然是第一生产力 不得不说 歌手对演唱的拿捏 确实似两拨千金 他唱的部分好几次都让人心颤 不停地起鸡皮疙瘩 陆毅 宝藏南海 干啥杀祥 时刻都能原地圈粉 真是360度无死角的天生艺人 持魂后又柔和 坚定又深情嗓音的陆毅和胡彦斌一唱一鹤相得一张 技巧可能不足 但胜在感情真挚 嗓音高度适配 尤其其作为一名俊狼小生 营造的氛围感带入感和沉浸感是实实在在的 让人不得不爱 果远 跳舞的线条好看 肢体柔软 一次次突破的努力派全能王 从扫地机到现代舞能手 他的功夫全在台下 就是可惜节目组运镜拖了后腿 观志斌 好友质感 适合镜头 契合断背山掉掉 四个人 两人唇唱 两人唇跳 安排很极致也很到位 博远和观志斌的现代舞 经不起局部的推敲细究 但是整体上是可圈可点的 黄沙的引入 光影的加持 情绪的渲染 两个人舞动其中 空灵梦幻 缠绵翡测 愁思恼人 又飘渺哀伤 稍显声色和笨拙的现代舞 盛在大胆直白 情感炙热 在几次与演唱节奏卡点的时候 感染力惊人 振战人心 还给演唱补足了许多画面感 虚虚实实 忽远忽近 真真假假 感情难以捉摸 又让人欲罢不能 像流沙 距离会带来人心的疏离 也会产生未知的吸引力 距离的的前缀是时间 也是空间 思念难熬 也是希望 是悲领的旁观者 胡彦斌和陆毅 也可以是戏中人 也许博远和关志斌就是过去的他们 他们唱的是思念 是远方 是过去 是自己 这是一个观赏性和可听性都很强的舞台 安安静静 却能唱入人心 《动物世界》 陈楚生 王月星 蔡国庆 罗杰夫 无数升级版 让人细思极恐 信息密度很大的一个表演 罗杰夫陈楚生 两个被囚禁被操控的灵魂 彻底被催眠 被洗脑的没有了自我 眼神空洞无神 网络行尸走肉 情绪没有任何波澜 让人不由地产生恐怖股效应 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两个人的演技 形象 演唱 都很有看点 营造出了诡谓阴森的氛围 蔡国庆 故事的核心人物 是被分化角色的母体 表面上是催眠师 绝对的人心操纵者 因很腹黑地摆弄着一切 蔡可云 进阶了 演技愈发老道 驾轻就熟地立住了角色 听他演唱 更是一种享受 王月星 事情真相的呈现者 掉入陷阱 被催眠 然后堕入深渊 成为傀儡 王月星终于等到了 能让他能力得到最大化发挥的舞台 从容到紧张无措 到惊恐害怕 再到反抗挣扎 直至最后心如死灰 王月星实现了演技大爆发 层层递进 表演很有层次感 录戏很快也很深 不仅是门面担当 也能成演唱担当 甚至演技担当的加冕 也不遑多让 这个表演最让人不寒而栗的 是一个人能如此彻底地失去七情六欲 乃至灵魂 而被害者能如此快速地扭转身份 成为失害者 遵循着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 强者永远抱团巩固地位 弱者永远从内部分化瓦解抗争 自封出路 那些温度封出路 要远封出路 让你线封出路 你线封出路